中共軍演 華視新聞全程為你及時掌握了 中共解放軍進行軍演 讓兩岸情勢緊張 不過在今天第三天一早 在屏東小琉球的遊客 好像心情不受影響 還是集滿在早餐店裡頭 聯繫跟記者林婉營 告訴我們現場民眾 到底怎麼想的 婉營請說 各位觀眾大家早安 記者目前所在的位置 是在小琉球這裡 可以看到雖然今天是禮拜六 不過大家都是起個大早來到早餐店這裡 想要買早餐之前 都要像是這樣子拿一個籃子 接著就可以選取自己喜歡的東西 而一早早餐店的店員跟員工們 大家也都是馬不停蹄 一直在包早餐的動作 而這邊有遊客 不少人是慕名而來的 讓我們來詢問一下遊客買完的一些想法 不好意思 想要問一下說你們是從哪裡來的 我們請問我們給台中 台中 然後今天怎麼會就是想要特地來早餐店 因為那個我們在飯店沒有早餐提供 所以從華麗上休息 事實上就是 就是有什麼早餐的地方 然後因為其實這幾天小琉球 就是有那個重軍解放軍在台灣周圍有進行演戲 那這樣吃到之後會不會有點影響你們的遊玩心情呢 應該是還好吧 怎麼說還好 因為行程已經定了 然後我想說 我們來幫大家探勘過了 沒有問題 我對國軍有信心 那有沒有什麼話就是想要 就是替他們加油打擊還是韓國阿之類的 大家辛苦 有沒有要替他們加油 我以前也是當過兵 所以知道當兵的辛苦 所以希望那個三軍弟兄謝謝大家 這樣 加油 就是謝謝 好了 可以聽到其實遊客他們也都是 照常在小琉球的行動 其實在小琉球這裡距離軍演的地點 是非常的接近只有九點五公里 不過今天是已經來到軍演的第三天 其實大家的心情也都是稍微的緩和一點點 而生活也都是也照往常一樣在進行 也像是在小琉球為您掌握的最新情況 把時間鏡頭先交還給同內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 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你按讚了嗎 還有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開啟小鈴鐺喔